咱既然说到美国了 我有个事我就很不爽 因为我前一阵刚从美国回来 我这土包子没想到 没想到美国买东西怎么比中国还便宜 这个让我觉得他们都那么发达 然后我回来就在网上看到 说中国现在成了生活物价最高的一个地方之一 你看他们比俩城市 杭州和波士顿 对 波士顿 苹果 5块9毛9杭州 波士顿7块3毛7 就算波士顿稍微贵一点了 但是你看虾就很接近了 然后香蕉咱们还贵过波士顿 差不多4块9毛9 波士顿是4块3毛7 然后你看猪肉 尤其是猪肉咱们都爱吃 猪肉杭州是18块6毛1 美国波士顿猪肉馅的价钱13块2毛4 再有说这个牛奶 哎呦牛奶怎么这么便宜 4块钱咱们11块了 93号汽油 这才6块多 人家才5块多 可是波士顿的人均收入 是中国的十几十倍吧 对对对 十倍吧 就让人小心 而且隐形的比我们还要便宜的多 为什么 我们就拿93号汽油跟全汁牛奶啊 再来说 这两个 牛奶人家可是实打实的放心奶啊 对对对 放心奶 对对对 那个93号汽油 同样拿汽油来比人家含流量 这个质量要高的多的多呀 是是是 这就说明一个国家强大要N个字数下降 N个字数就维持最低生活水平 这怎么理解呢 文教授 那就国力强大 因为他们才是丰富 物质丰富啊 国力强大了 价格能便宜吗 那绝对是大量生产 因为美国是农业大国 所以他这些大众的这种产品都非常便宜 就是那你说我们要比欧洲呢 欧洲也差不多 欧洲也差不多 欧洲和美国的价格是很接近的 绝对是很接近的 我们啊 我们很多时候表面上看起来 我们粮食七年丰收 我们市面上要什么有什么 对 按理来说 产供应需不是问题 最主要的问题 我们是钱太毛了 你知道吗 对 钱太毛 钱太毛了 对外生智 对内事不断在贬 在贬 我们也炒发货币很利 对啊 对啊 所以讲到底就是我再三强调 就是要学日本六十年代 叫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那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在不长时间内倍增 但是物价不能上去 我们是倒过来了 物价门上收入增加很慢 所以这就要尽快扭转 所以这就是十二五规划 今年开局最需要解决的问题 我跟你说像为什么咱们的物价这么贵啊 物价里边包含的成本 第一是农民这儿的 对不对 它生产什么叫成本吧 化肥啊 农积居啊 这些都在节节上升 然后农民本身的劳动力成本在上升 农民工去年一年工资上涨了百分之二十 他们应该涨 对不对 但是我们是全转价到商品 全转价到那个产品上来的 还有一个 你想我们的物流啊 就是天天就是五里一哨 就是要来收你的钱了 对对对 我们的那个 货路费多少多少 货路费要多少啊 你看最近十建峰那个事 三百六十八万 对呀 吓死人了 吓死人 他那个这个还算好的 他如果全都收的话 认识他们的性质收 我们收定苹果就美金到一百块钱了 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由于GDP 现在多收多少 就是洋洋自得了 我们真的要克服一些 共同的良好的自我感觉 就要多看这些东西 我们就知道差距就很大 还要看到更深层次的问题 我们才更加能来推动中国的变化 您说还有什么更深层次的问题 更深层次的问题多了 你包括像政治体制改革啊 教育体制改革啊 对吧 整个的经济的质量的提升啊 而且现在转型无门啊 这些都是很尖锐的问题 资本市场啊 对吧 都是问题的 不过你看 我这个土包子还是要请你们这经济学家给我解释 我不太懂啊 好比我觉得像过去我们觉得你发达国家嘛 那么你发达就是你收入也高 那么你物价也高对那你好比说你比如说我爸妈妈住在石家庄 对那么石家庄的东西比北京的便宜 便宜多了 可是为什么你看波士顿和杭州就有这样的倒挂呢 是啊 这就说明他经济就够中间 我不是讲吗 叫恩格尔系数非常低 对 这是一个国家强大非常 就维持 就是国家补贴的一些 不是不是 他就是量大嘛 你不是量大 就是恩格尔系数就是说 我在所有的消费支出当中 食品的消费支出是非常低的 就是我保证我基本生活的支出很低 所以在这样子的话我其他的支出 比如说美国也有其他支出很高的 你要去听一场音乐会啊 对 要去进行这种奢侈消费 你要理个饭也去就很贵了 对那就很贵了 因为你就是 按摩一下一小时就要一百美金了 这个很贵的 对 那我 他们要造一架那个隐形战机 原来给中国几十车皮的衬衫才能换来 对 那我们就比较穷了 我们的穷表现在哪里呢 就是说你比如说我赚了一千块钱工资 说不定八百块都要花在食品上 对 我觉得得去买菜 提着菜单子去买菜 这个就是穷国的 对对 就是比较原始的那种结构 经济结构 我还听到一种啊 这个危机论 危机论 您也是在华尔街玩过的话 我听到这种观点就是说啊 说咱们中国在玩这个金融游戏这方面 就像您刚才说的 说中国要小心别给人家剪羊毛 当然 但是我听到的说 说咱人才比华尔街的人才差的太远 所以就是说 我有个数据 就是美国人口只占全世界百分之五 但是美国人消耗了全世界百分之二十五的资源和能源 后面更重要的原因是 美国人掌控了全世界百分之六十的金融和货币 就是华尔街和美元这两件事 第四个重要的原因 我们现在更应该强调 就是美国人掌控了全世界百分之七十的高端人才 诺布尔讲究是这样 金融价也是这样 对冲基金经理也是这样 那中国几乎是零了 所以我们要注意啊 所以我们在金融风暴中间已经被人家减了五千亿美元的羊毛了 就是在整个金融危机中间 中国的外汇储备 严格说来已经说出来了五千亿美元 就像阳光下的雪人 到了美国人手里 他贬值 他美元贬值 你各方面的因素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注意的问题 你想五千亿美元能帮多少老百姓脱贫致富 解决他们的贫困 咱们现在还是属于用这个政策呀 层层的把咱们这个金融体系好像还是保护起来 对呀 保护问题就更大了 你说共产人民并随便升值 那就问题更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应该说国家还是掌控了一点的东西 所以我刚才为什么要讲那两个尖刻的比方 我们要赶快从这种状态下 解脱脱了 当时那个刚才温老师做了个比方 他说一只羊非常肥啊 当然你还记得那个有一个比喻挺有名的 就是当然鲁迅说的 他说一头狮子大 这个当然是好事情啊 很雄壮对不对 他万物之王 但是你如果是一头羊你肥 老是夸自己肥而美 他说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现在就看得出来了 你说咱们的老说自己外汇储备第一 2.8万亿2.8万亿 恐怕不是什么好事 不是什么好事 谁都惦记着你 谁都惦记着你来捡你的毛啊 所以要把这个变成推动中国 经济提升的动力 把他由虚的变成实的 比如举个例子来讲 高端人才很多啊 你刚才讲华尔街高端人才没回来啊 你看我有个学生叫江平啊 原来是黎曼的高级经理啊 他07年炒股就挣了一个亿美金啊 啊 一个亿 我跟他混起得了 对啊 因为他给老板挣了十个亿美金啊 所以他有规矩的 那么这样的人 我更重要的是 我们的体制能不能吸纳他 那我科技大学还有一个学生 他现在在华尔街管一个34亿美元的对冲基金 那么可以称他小索罗斯 根据对冲基金的规矩呢 他自己应该有三到四亿美金在里面 和人家一起炒 每年能帮人家挣20% 30%的钱 这就是对冲基金一般的 你跟着他走得了 那么这样的人才 关于是我们国家 这个中国银行也做外汇交易啊 问题是我们的体制 他只能不能吸纳这样的高端人 非常快 他们一个科学家 他们要有什么勾心 但也不是制度 很简单嘛 你给他本钱 他炒 他能够得盈利的20% 那我们的亡牙为一年才剩多少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 所以讲到底还是这种机制上是不够的 他回来之后 他也没有用我自己的 他没有用我自己的 他和这个环境可能就要有冲突了 你想想看他 他是对冲的 比如他要有很多作风手段 我们这根本就没有 对啊 但是严格说来 这些人应该这样说 他如果能够运作的话 他也是可以做境外的交易 对的 能够把华尔街的钱可以搬到中国来 那就意味着 还要捡捡他 那就意味着他要到中投去走 要外汇管理 其实我们中投当然 实际上还没有这种机制 咱们去一下广告 枪枪三远行广告之后见 这些人应该是要用我来的 对冲的 置冲的 对冲的 离师 这些人应该是 对冲的 是 那我就看不懂了 就是你的意思就美国是狡猾狡猾的 当然 就是做出一副好像危机 老练老练的 保受创伤的样子 好像还要中国搭救一把 但是实际上随时可能盘算着捡中国样 那应该这样说 所以我们要使自己更加成熟 更加老练 更加在国际的经济舞台上 外交舞台上 甚至政治舞台上更加成熟 更加能够为中国的发展 创造更好的空间 就我们太 我说白一点 我们太要面子了 你说2.6万亿够了 我们现在2.8万亿 当然他现在知道已经钱太多了 也不知道他做什么好事 但是你想想看 就是他 你还不如偿付于命 我看了这个单子 我总是觉得心里挺别扭 对不对 你想我们中国 说起来存款那么多 说起来外汇储备这么多 老百姓的日子又挺苦的 对啊 你何苦来摘呢 国富民穷 对啊 他是民富国强 对啊 我们应该追求民富国强 所以 那这样才能够更好 我看你写的一个文章 好像有一个数字 就比如说中央政府的这个近10年来的收入是 对 每年都增加百分之三十啊 这个是吗 财税 就是去年6.8亿嘛 今天突破8亿嘛 8万亿 6.8万亿到8万亿嘛 每年都是二三十 那GDP没那么快的 对 那么当然中亚财政也是好事 问题是中亚财政怎么样更合理的使用 更加帮助维尔中国的弱势 你说很简单 像美国这样子 他这样位置以来 他立马就减税 对 尤其是中产收入阶级 我们要好好学奥巴马 他是 对啊 17万美元以下的中产阶级永久减税方案 对 200多亿美元帮中小企业实际减税 我们就要有这样的很硬的政策效应 对啊 所以你说我这外行 我还有除了这个物价跟美国比之外 我跟我这美国朋友一聊我才发现呢 就说你说咱们发展中国家 说中国的这个税啊 一点都不比美国少 对对 我感觉他们发达应该他们高税收不是吗 是啊 他们的税比较合理 而我们呢 严格说来中产阶级负担了太多的税 同时呢 低收入也负担了一定的税 而富人呢 反过来又逃税很多 应该合理的富人多负担税 中产阶级减税 而穷人应该完全免税 甚至还拿补贴 这才是合理的社会 但是我们刚好相反 我们的个人所得税 百分之四个八九十都是工薪阶层在搅 对 都是工薪阶层 你真的是那些富人的话 你比如他开个工厂 他一年收入有几亿 对对对 他不给自己开工资 对对对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 所以我有一次在邓小平家乡一个活动了 我就特别重要的 广安什么 广安 如果说三十年前 邓小平提出了一个伟大的口号 叫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今天我们应该提出一个更想象的口号 就在中国怎么样帮助更多的人富钱 哎呀 你跟他们好好说说 哈哈哈哈哈哈 而且各方面政府 对吧 要帮助老百姓 起码有一点是可以做的 就是咱们的人民币国际化之后 2.8万亿里头 拿着1.5万亿 就可以分给民众了 就是有任何提这样的提 涨工资 远远比不上国家经济的这个增长速度了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